立法院通過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現在已經正式生效了 當中就有提到說 這個常態化邀請總統賴清德 要到國會報告 不過就被總統賴清德認為說 這是有違憲之語 喊話在野黨說 在釋憲之前你們不要默然行動 不過民眾黨團在2號 也就是今天早上 召開了由主席柯文哲在內的會議之後 他們是做出了三點的決議 黨團總招在黃國昌是在會後轉述 說他們將在7月12號院會的時候 正式提案 邀請總統賴清德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過去總統賴清德 也公開宣誓 公開承諾 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是他依照憲法徵修條文 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義務 而且有必要 要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 先來民進黨說那兩個字叫諮詢 不管是諮詢還是諮詢 那就請賴清德總統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 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而且回應立法委員所提出來的問題 以及意見 那這件事情之前台灣民眾黨黨團 我們已經正式提案過 那院長也著急協商過 到7月12號就會過協商冷凍期 因此我們到7月12號的時候 會把這一項議案 正式地要求排上議程 來加以處理 提案要處理之外 它的能源政策也是備受考驗 因為接下來馬上就要夏天了 很多住家可能都會在家裡開冷氣 沒錯 因為台灣夏天太熱了 所以台灣的用電可以說是與日俱增 對此美麗島電子報昨天就公布了6月的國政民調 對於賴總統新政府 未來4年能否提供足夠的用電 以及電電的穩定性 整體來講有無信心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一下這一份民調 那這個結果顯示 是有44.8%的人表示非常有信心 那裡面其實有13%的人是覺得非常有信心 那31%的人是說還算有信心 那麼另外50%的人是表示沒有信心 那其中是27%的人覺得沒有信心 22.6%的人是覺得有一點點沒信心 那另外未明確表達的人是有5.1%左右 但是等於說沒有信心的人 基本上已經過半數了 將近已經超過五成了耶 對 沒錯 因此可以看出來這份民調 很多人對於這個用電量上面 可以說是非常的分歧喔 那既然大家有這麼多意見喔 這麼多想要改善的地方 那對於立法院有無必要修改法律 延長國內核電廠的使用期限 那我們也 他們呢 美麗島也做了這個民調喔 那民調呢就顯示 64.1%的人覺得非常有必要 超過六成喔 那21.6%的人覺得沒有必要 是 因為大家覺得現在用電量越來越多嘛 你核電廠核二應該要重啟 或者是你原本的核一核三應該要延長這個使用期限 因為大家真的覺得 沒有電我沒有辦法吹冷氣 但是現在真的是太熱了 沒錯 就是呢 大家對於這個用電啊 或是穩定性 其實都還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 那這個民調呢 其實是由美麗島電子報委託代理案 進行問卷設計還有分析的 並且呢 委託必肯市場研究公司執行電房 並且呢 它期間是從2024年的6月25號到27號 調查範圍呢 就是全國的22個縣市 調查對象呢 就是涉及調查範圍內 年滿20歲的民眾 那使用的調查方法呢 是由訪員進行電腦輔助電話 而訪問的方式呢 是本次調查成功完訪的1074個人 在信賴水準的95%時 抽樣誤差最大值在正負3%以內喔 是 那我們的網友如果你對於這個 到底要不要延長使用期限 或者是你對於這個能源政策 有沒有信心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了 沒錯沒錯 好 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看到的是 大陸的田徑女神吳彥妮 她呢 曾經在亞警賽和亞運 發生了搶跑的事件 慘遭網友出征 形象一度翻黑 但是呢 吳悅她在日本連續拿下兩戰冠軍 又成功洗白爆紅 那麼在6月30號的時候 大陸2024年全國田徑冠軍賽 女子100米藍的決賽當中 吳彥妮再次展現出良好的競技狀態 最後呢 成功奪冠 不過呢 在她賽後進行訪問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可愛的小插曲喔 就是吳彥妮呢 在鏡頭前 突然她的假睫毛掉下來了 嚇了她當場 捂住眼睛 然後 現場的觀眾 和筍斯來為我加油 我覺得這個成績都是大家的 不是我自己的 跨越重重障障礙 衝破終點線 大陸田徑女神吳彥妮 近日參賽奪冠 沒想到她賽後受訪 假睫毛竟離家出走 大喊一聲阿亞 吳彥妮趕緊用手遮住眼睛 因為她的假睫毛 在多家媒體鏡頭前掉下來了 根據魯中城堡報導 大陸全國田徑冠軍賽 日前在山東選預兆式進行 女子100米藍項目競爭激烈 被網友稱為三朵金花的 吳彥妮 林雨薇和夏思寧 均參加比賽 爭奪巴黎奧運資格 近期狀態火熱的吳彥妮 也畫上美麗的妝容 在這場比賽漂亮的拿下冠軍 還以12秒74 創造個人最佳成績 公式對手可能就是 在相互出現當中 就想要提高個人做到成績嘛 對 就是我們 你所看啊 對 我希望我們會越來越好 一跑完就受訪 吳彥妮喘到不行 汗水更不小心跑到眼睛裡 讓她痛得趕緊向工作人員 要衛生紙救援 沒想到擦著擦著 她左眼的假睫毛 也被她弄掉了 吳彥妮嚇得大喊 睫毛掉啦 雖然尷尬 但她也忍不住笑出來 不僅旁人不停安慰她 還是很美 這意味的小插曲 也讓網友們直呼 吳彥妮實在太可愛啦 讓我們一起來看到南韓 在首爾市中心市鎮庭站附近 昨天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 有一名68歲的男子 凱晨逆向行駛 在晚間9點27分時 直接撞向正在等待馬路的人群 導致九死一人重傷 另外有三人輕傷 而且許多目擊者表示 當下聽到一聲劇情 聲響 南韓首爾市中心市鎮站附近 昨天發生嚴重交通事故 根據韓聯社報導 一名68歲的男子 開車在世宗大陸朝鮮酒店 以側逆向行事 在晚上9點27分 車子接連撞上兩輛車後 直接撞向正在等待過馬路的人群 而且許多目擊者表示 當下聽到一聲巨響 隨後就看到路人倒一排在路邊 事故發生後 消防部門緊急出動37輛車 134人趕赴現場搶救 但事故造成6人當場死亡 3人送醫途中死亡 還有4人受傷送醫 正在積極搶救中 警方到場後 已經逮捕68歲的男駕駛 經過酒冊已初步排除酒駕嫌疑 但是否涉及獨駕疲勞駕駛等 尚待釐清 目前全案仍在調查中 接下來同樣是國外的交通新聞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有一輛從西班牙馬德里起飛 預定是飛往烏拉圭的波音客機 居然在飛行途中遭遇到了 強烈的亂流 導致機場 機長是必須在巴西進行緊急迫降 而機上大家透過畫面當中 可以看到這個座椅是直接折斷了 顯現出他們遇到亂流 當時的情況是相當恐怖的 總共有大約30名的旅客因此受傷 歐洲航空在X上面表示 班機編號UX-045的航班 約定要從馬德里飛往蒙德維德亞 途中因為強烈的亂流影響 已經轉降到巴西的納塔爾國際機場 目前班機已經正常降落了 受傷程度不一的乘客們 也都已經接受治療 而在社群網站上流傳的影片當中 可以看到 有部分的飛機座椅在混亂中被折斷 機艙內天花板更是有多處的破損 其中一段影片 還有人是從破洞當中爬出來 而其中一名乘客 麥克斯米里亞諾就表示 飛機飛行途中突然失去穩定 變成了俯衝狀態 沒有系安全帶的乘客 都瞬間被拋到空中撞上天花板 導致臉部、手臂、腿部都受傷 大約有30多名乘客受傷 麥克斯還說那個感覺蠻糟的 當時我們都以為自己要死了 而歐洲航空表示 現在已經安排另一架飛機 在1號的時候從馬德里起飛 抵達納塔爾機場 來接運滯留的乘客 繼續完成到蒙德維德亞的航程 另外所有需要接受治療的乘客 也都已經在機場內進行治療 好 國際焦點帶大家一起來看到的是 美國最高法院昨天做出了歷史性的裁決 總統的公務行為享有絕對的豁免權 而非公務行為則沒有 因此前總統川普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川普對此表示 這項裁決是民主的重大勝利 綜合外媒報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昨天以6比3的票數 通過裁決後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表示 這是我們憲法和民主的巨大勝利 為自己身為美國人感到自豪 而美國司法部的特別檢察官史密斯 2023年8月以四項罪名起訴川普 指控他2020年競選連任失敗之後 密謀推翻選舉結果 三波選舉無比的謊言 導致國會山莊 2021年1月6日發生了暴動 阻礙國會確認拜登贏得選舉的程序 而最高法院裁決書指出 總統的公務行為享有絕對的豁免權 非公務行為則沒有 總統並非凌駕於法律之上 這項裁決是美國歷史上首例判決 而至於川普被取訴的行為中 哪些是屬於公務行為 將由下集法院裏清 五候流雨的區域的話 在今天主要是中部以北 但是從明天開始轉向東南風之後 主要的五候流雨區域 明天會有些轉變 西半部也包括南部地區 可能也會在中國過後 會有些五候流雨發展的情形 而到了4號5號 我們這邊吹東南風 水氣上面的話看起來 在4號5號5號流雨的區域 有稍微限縮一點點 主要是在山區以及中南部地區 還是容易有五候雷震雨發生 那雖然整體的雨區 有比2號3號稍微限縮 但是局部性的較大雨勢 還是有可能出現的 這是要提醒大家留意 昨天最高溫出現在台東 有超過39度 不過今天因為風向開始轉變了 從溫度分布圖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的高溫區域 反而開始轉移到中南部的 內陸近山區 我們不排除有36或甚至37度高溫 有出現的狀況 而其他比較主要的市區 其實也都有來到34到36度的情形 東半部也在32到35度 外島部分的話也都在30度以上 氣象局也持續 氣象署持續發布高溫資訊 針對台中以南還有大台北地區 有36度高溫的機會 明天之後風向開始有點多 轉變了 所以要特別提醒 開始轉推東南風之後 主要的高溫區域會開始集中到 中部南部 尤其是在高雄屏東的內陸 不排除有局部 37甚至38度的高溫出現 其他地方氣溫也都在35 36度 相對也還是滿悶熱的 中部南部 在高溫區域會開始